近日呢 范范 范美琪是带着自己的全新专辑范范的感恩节和各位见面了啊 原本这张专辑应该是在两年前就应该发行了 但是呢 当时范范是一摔伤一怀孕 把新歌和许言一起给搁浅了啊 如今呢 终于等到这一张诚意之作了 范范呢 除了推新歌之外呢 也坦然的直面了各种各样的负面的声门 两年时间里范美琪最大的转变就是当上了妈妈 曾经是热爱边走边唱的天涯小歌女 如今有了非非详详这对双胞胎儿子 离家工作就变得很难了 当了妈妈真的就是心里面就是会有牵挂 再怎么样跟她们分开我没有办法超过五天吧 超过五天我就是会就是会不行 这还真的没夸张 紧接着专辑就要迎来宣传期了 范范要求公司把离开台北的宣传日程 严格控制在五天之内 也是有点难为工作人员的 谁叫人家已经彻底切换到主妇模式 并且乐在其中呢 如果在台北的话当然OK 我就是晚餐前可以做完工作 然后赶快回家 我要那个弄东西给爸妈吃 恨不得跟儿子全天候在一块 也恨不得把幸福全部分享出去 于是正脸晒侧脸晒拼涂晒筑涂晒 久而久之范范被冠上了晒马狂魔的美称 只是难免有人觉得天天晒涂一堆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我会想说如果时光倒流 也许不会那么那么的 即时地透明地呈现我的生活中的状态 那不喜欢的朋友 其实你们可以不要看 可以不要关注 也还是因为宝贝的降临 心态的状态 让范范的新歌多了温暖的味道 不少歌曲不得不重新编曲 重新录音 只是专辑刚刚发行就传言说 这将是范范范在待了15年的 东家福茂唱片的最后一份作品 看起来范范是决心 要为了家庭赞培工作咯 这张范范的感恩节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毕业的作品 接下来过后 我觉得我暂时先好好的学好 当妈妈 好好回归家庭 然后做一些节奏的调整 新闻在线台北采访 请不吝点赞订阅